大家好,从这节课开始,在接下来的几节课当中,我们将学习Python当中的运算符 那么这个运算符呢,它也叫做操作符 使用操作符就是操作放在它两边数字的符号 这个符号可以是进行四则运算的加减乘除运算的符号 也可以是复值符号 还可以是其他的逻辑运算符 那么使用这个运算符呢,它就可以对两边的数字产生一定的影响 这种影响可以是复值,也可以是计算,或者是比较等等 那么在Python当中呢,它的这个运算符主要包括 算数运算符 复值运算符 比较运算符 对于这个比较运算符呢,它也称为关系运算符 还有这个逻辑运算符 以及呢,这个位运算符 主要有这五大类 那么我们先来学习一下算数运算符 对于这个算数运算符呢,它是比较简单的 它就是用来进行四则运算的 像我们在小学时学过的加法 减法,减法,乘法,除法等等都属于算数运算 那么Python当中的算数运算符 除了这个数运算符呢,除了进行加减乘除操作的加号 减号,乘号和除号以外 还有这个求鱼符号 对于求鱼符号,它采用百分号来表示 所谓的求鱼指的是求一个数除以另一个数的鱼数 如果能整除的话,那么结果为零 否则这个结果就是所得到的鱼数 比如说,我们要计算36除以5 那么它得到的这个伤呢,就是7 还有一个鱼数,这个鱼数就是1 那么把它转换为Python表达式就是36,5%,结果为1 在使用这个求鱼符号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注意,它和乘除不一样 在进行乘法和除法操作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只要有一个操作数为负数 那么结果就为负 两个操作数都是正数或者都是负数的时候 那么结果为正 而进行求鱼操作的时候 这个结果的符号与第一个操作数无关 它和第二个操作数是一致的 比如说我们在计算36和负5求鱼 那么它的结果就是负1 而如果要是计算负的36和负5进行求鱼 那么它得到的结果也是负1 这一点大家需要记住 它和乘除是不一样的 那么在这个Python当中进行除法运算的时候呢 它有两个运算符 一个是这个斜杠 它进行除法运算结果为伏点数 另一个是双斜杠 使用这个运算符进行除法运算的时候 它得到的结果是整数 也就是取整除符号 比如说我们要计算36除以5 那么应用这个单斜杠 它得到的结果就是7.2 而如果使用这个双斜杠 那么它得到的结果就是7 大家需要注意这两个除号的区别 我们来做一个实例 在这个实例当中 我们将实现计算学生成绩的分差和这个平均分 假设呢 有一名学员 他的三门课程成绩是这样的 Python分数95 英语分数92 C语言分数89 现在呢 我们就要编程实现 计算Python课程和英语课程的分数之差 还有一个是计算三门课程的平均分 我们要实现这两个操作 那么我们来编写代码 打开IDLE 这里面我们需要新建一个文件 保存这个文件 我们把它保存到地盘Python目录当中 这里面我们设置一个文件名 ScoreHandle 点Py 然后保存 之后呢 我们就来编写代码 要实现这个实例的话 首先我们需要定义三个变量 这三个变量就是用来存储 这三门课程的分数的 那么我们先来定义第一个 Python的 其名为Python 它的分数等于95分 加个注释 这是Python分数 然后我们再定义英语 然后我们再定义英语的 OK这三个变量呢就定义完成了 之后呢我们先来计算这个python和英语的分数之差 那么把这个结果呢我们保存成一个变量 等于就是python减去英格比式 这个是python和英语的分数差 然后呢我们再来计算这三门课程的平均成绩 这里面要计算平均成绩 我们需要计算这三门课程的分数之和 python的加上英语的 再加上c语言的除以3 这就计算他们的平均分 这是计算平均分 OK之后我们来输出这个结果 首先我们先输出 python和英语的分数之差 写上分数之差 变量 之后我们再来输出三门课程的平均成绩 这里面输出这个平均成绩 在输入分数之差之后 我们这里面也需要加上一个单位 OK 这样就可以了 Ctrl S 保存文件 然后我们来运行程序 F5 我们看 这里面显示python课程和英语课程的分数之差为三分 三门课程的平均成绩为92.0分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python的 然后这个是英语的 95-92 是三分之差 那么这三个课程的平均分是92分 大家可以自己算一下 这样呢 我们就学习了python当中的算数云算幅 我们来总结一下 对于python当中的算数云算幅呢 我们主要记住以下几点 首先 这个python当中的算数云算幅主要有 加 减 乘 除 取整除 还有这个求余 其中呢 后面的这三个 它的除数不能为0 如果为0的话 就会出现除数为0的异常 也就是 这个异常 我们看 这个取整除符号 要是除数为0的话 会抛出这个除数为0的异常 这个单斜杠的正常除法 它也是除数不能为0 还有这个求余 除数也不能为0 这一点大家需要注意 另外呢 我们还需要记住 除法运算幅当中的 斜杠和双斜杠的区别 对于这个单斜杠呢 它表示正常的除法 得到的结果是 辅点数 而对于这个双斜杠呢 它表示的是取整除 结果为整数 记住这些就可以了 我们下次课程再见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